各位海內外的軍人朋友 我相信在這一場 國際間高度關注的台灣選舉 進入倒數計時 任何的風吹草動 都引起大家格外的重視 這是在昨天下午的3點05分 你有收到國家級的警報 這是防空警報 那麼最主要是來自於 中國的航天集團 它的長征二號秉運載火箭 搭載愛因斯坦探征的 天文衛星發射升空 我們國防部在昨天下午的3點05分 他發出了國家級的警報 包括了引起大家比較不解的是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第一時間因為口誤了 他說中國發射飛彈 隨後改口不是飛彈是衛星 當然了 這個陳院長這麼說之後呢 馬上引起了國民黨的痛批 尤其是立法委員 尤其是參選立委的立委候選人等等 他們認為 怎麼會連行政院長都搞不清楚呢 不過這時候呢陳建仁院長則是反嗆 他認為說為什麼 為什麼國民黨立法委員你們不去譴責 中國選舉之前呢 偏偏偏偏呢選擇在台灣的南部上空的路徑 去投射衛星 陳建仁認為你們為什麼不去譴責呢 事實上這個事情裡頭我特別問了 美國前五角大社的官員呢 胡振東就是通領 他說一般的火箭發射有三段 我們來看看 這是在國防部所提供的 他的一個路徑圖 從這個路徑圖呢 在昨天的下午的3點03分 你看他從四川的西昌 經過了貴陽 好 一直賓州 他的路徑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經過台灣的上空 台南台東 OK 進入到後面呢 脫離的防空識別區 這是他整個一個路徑 運載火箭的一個飛行路徑 而你看到特別標示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一個標示這個圖 叫殘海落區 殘海落區 如果殘海落區呢 殘海落區15 乘以25海里 殘海落區如果在 你看這個地方 有40乘以45海里 這是研判整個火箭 飛行的一個航艦 也就是說 殘海落區的範圍是不小的 那我說我特別請教了Tony 他說整個火箭的發射呢 有三段 不同的階段的燃料 燃燒完之後 就會掉下來 那麼第一個階段 跟第二階段的燃料 掉落的位置呢 是在中國 有沒有看到 第一段跟第二段 燃料的掉落位置 都是在中國 第三段的掉落呢 其實在哪一個部分 確定是繼續掉落 它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這個就是說 如果第三段 它的殘海掉落 是在台灣怎麼辦呢 這是Tony認為 到目前為止 應該特別關注 可是 因為這一次中國 所發射的衛星裡頭 發送了國家的警報 有出現了兩大問題 因為中國發射衛星 台灣的國家警報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用錯字了 它是衛星 為什麼 為什麼用 Misle fly over Taiwan 為什麼用 是Misle 用飛彈這個字眼 是過去可能制式 一個規格 可是國家級警報 這麼重大的一個防空警報 在發布之前 怎麼會出現一個 制式的一個 一個警報出現 是令人不解 就是用錯字的問題 那個第二個是之前 之前中國 在發射飛彈 飛越台灣上空之前 沒有發布警報 這個如何去解釋 昨天曾經在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 陳柏惟 曾經在 小軍超音price節目中 特別提到 這個就是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尤其是以陳柏惟為首的 他們曾經要求國防部 你應該要 適時提醒所有的老百姓 也許是有立委的 強力監督 要求國防部 你應該適時提供 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國防部在昨天 即使中國發射 長征二號的衛星 他們也在第一時間 距離它3點03分 發布 發射之後 我們在3點05分 我們3點05分 我們立刻 我們立刻 其實根據它的一個消息 我們在3點15分 因為我們在3點15分 發布了國家級警報 你看到 從3點03分 它發射之後 到距離我們發布時間 短短的只有12分鐘的時間 只是說 Tony特別解釋說 那中國過去 之前他們 有中國發射飛彈 穿越台灣的上空 為什麼沒有發布警報 這該如何解釋 雖然上一次的 飛彈飛得夠高 對台灣沒有構成危險 因此選擇不發布 國家級的警報 但是的確 這個解釋上 讓民進黨 是面臨到一個挑戰 這的確是 但是我要告訴 觀眾朋友 從他所發布的新聞稿裡頭 國家級警報 我相信所有觀眾朋友 昨天您都有收到 的確 Misle 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Be aware 你要特別注意 那因為3點04分 它掌握是3點04分 精準的消息 3點03分 發射衛星 飛越南部的上空 觀眾朋友 你昨天有收到這個警報 但是緊接著 3點15分發布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到4點15分 也就是說大約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國防部立刻發布的 這個新聞稿 怎麼說呢 他說今天3點03分 中共在四川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 執行長征系列的 運載火箭 搭載衛星的發射任務 這個火箭的飛行路徑 飛 預警飛越我國 本島的南部上空 高度大雨 大氣層外 國軍運用聯合 勤勤系統 勤勤勤系統 用這種 周密掌握相關的彈道動態 包括軌跡等資料 並且啟動空中威脅 告警系統 以簡訊通知民眾提高警覺 不過呢 簡訊英文用語 因為疏忽 未同步更新 原系統用字 精準表達發射物 系衛星而飛彈 國防部向大眾來致歉 好 他告訴我們 他們精準掌握了 整個火箭飛彈的一個路徑 但是在這個用語方面 的確不夠精準 他說他們用的是原來的 原系統的一個用字 精準 精準度不夠 下午4點15分 國防部已經做這個說明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所表達的是我們24小時監控 整個中國衛星的系統 儘管這個火箭所搭載的 是一個衛星 不是一個彈頭 不是一個飛彈 但是很清楚第一時間掌握了消息 可是在野黨在嚴加批判之後說 你們民進黨利用選錢 再恫嚇老百姓操作選舉 國防部在晚上8點50分再度發布一個非常完整的新聞稿 我們來看一下 8點50分 他說針對下午中共發射長征系列的運載火箭 根據告警訊息的發布中 國防部補充說明如何 第一個 3點03分 國防部徵獲了中共西艙衛星發射系統 發射長征運載火箭 進入我的防空識別系統 並且由台南 經台東 之後呢 注意看 脫離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考量它實際的飛行路徑 跟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預告的衛星發射路徑有所差異 飛行軌跡異常 注意看 又是脫離 又是異常 有沒有看到這幾個關鍵性的字 可能對於地面造成危險 國軍及運用國家告警系統 以空中威脅警告 簡訊的方式告知國人提高警覺 而第二個重點 中共這一次的火箭發射 經過監控確認 助推火箭殘骸落區 都位於中國境內 並無異常狀況 OK 藏海落區 位於中國境內 沒有異常狀況 這是一個經過確認之後 經過確認之後 有關預警的訊息 發布譴責 考量敵情威脅 為了爭取時效 國家級的防空警報 由空作部 由空軍 空軍作戰指揮部的指揮官 按照國軍突發的狀況 來處置 規定發布 相關的作業 以國防安全為考量 以專業又全職來辦理 不會因為政黨政治而受到干擾 第四國防部依法對任何未經許可申請 進入防空識別區跟領空的航空實體 都會全程掌握掌控 適切適應 並於發生異常狀況時 適時的公佈 是需要啟動空中告警預警系統 讓國人同步掌握 對於這次發布的作業期間 英文用字錯誤表達不夠精準 國防部向大家致見 深入檢討周延整個作業程序 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 國防部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什麼呢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他告訴大家 中國衛星這一次3點03分 從它的四川西昌發射之後呢 3點03分發射 我們在3點15分 立刻透過國家級的警報 防空警報告訴所有老百姓 前後的時間有多少 只有12分鐘 這告訴大家 蔡英文總統 她所領導的國軍 國軍他們呢 不只是強調所謂的防衛能力 我們更有作戰能力 我們的勤監針系統是24小時綿密 都在作業當中 因此呢 我們是高度監控的 而且呢 從國防部的消息裡頭告訴大家 因為呢 這個衛星所落下的一個殘骸 說真的 可能可能範圍 其實會非常大 那你看第一段第二段 我們剛剛從那個圖裡頭 已經看得出來是落在哪裡呢 落在就是中國的一個區域 我們剛剛看到在第一張圖裡頭 它落在是中國的區域 你看是貴陽還有賓州嗎 它的一個殘骸落區 落在第一段第二段 落在中國 可是如果這個殘骸 你知道火箭搭載的原料是什麼 有多物質 我們都不知道 落下的範圍是這麼大 殘骸範圍這麼大 難道不應該提醒我們的老百姓嗎 國家警報系統不應該發布嗎 防空警報不應該發布嗎 您認為不應該發布嗎 不應該提醒所有老百姓嗎 再加上什麼 它的路徑改變 你有沒有看到 本來監控的過程裡頭 中國衛星的路徑突然間改變了 它剛好說突然間脫離原來的路徑 進入了 進入台灣的上空的 由台南一直到台東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呢 大家要問的是 你為什麼要改變呢 所以我想 國民黨立法 你應該去問中國 你要去譴責啊 我們在選舉 你搞什麼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戒選的問題 觀眾朋友 不是單純的戒選的問題 我知道長征二號 這種低軌衛星 中國的發展 其實速度非常非常快 美國都視為一個很大的威脅 台灣也相當羨慕 你們有這樣的能力 問題是 你發射就發射 你幹嘛突然間 偏離你的路徑呢 還飛向了台南 一直往台東方向 你為什麼不是依照 你原來的路徑去走呢 這是我們要問中國的 當然我覺得 我剛剛特別強調 蔡英文所領導的三軍 他們是怎麼樣不免不休 今天我告訴大家 他從3點03分 從四川的西川發射之後 我們3點15分 短短的12分鐘 透過國家級警報 告訴所有的老百姓 你們要特別注意喔 中國發射的衛星 發射衛星 如果有不明物體的話 發現不明物體的話 請告訴警交人員 這個就是我們國軍 我們國軍24小時 不免不休 緊盯著中國的任何的動性 包括中國的衛星 如果不是我們國軍 不免不休緊盯的 如果是國軍躺平的話 你覺得呢 現在火箭搭載的是衛星 因此呢 是未經發射 如果火箭搭載是彈頭 就是飛彈 這一回如果是彈頭 我們國軍躺平 你覺得狀況會是什麼 可是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百思不得其檢 所有的不管是老百姓 或者是在野黨的政治人物 你們所獲得的資訊 比老百姓第一時間來得充分 你們該給這個國軍拍拍手 肯定才是啊 為什麼 為什麼反而跳過來說 這個國家級警報 對 英文的確第一時間是錯了 可是中午也告訴你 就是衛星啊 4點15分也道歉啦 一個小時 我不知道在野黨 你們到底在吵什麼 譴責民進黨利用選舉 在操作選舉 嚇唬老百姓 不是嚇唬老百姓啊 他是真的天理原來的路徑啊 對不對 過去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都知道 中國對他們的威嚇 從來從來沒有間斷過 我一直說 如果這一次 他火箭所搭載的是彈頭 其實就真正的飛彈了 是不是 如果這一次 我們不是透過我們雷達 不是透過我們樂山雷達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全程去掌握 所以國防部說真的 從頭到尾 他是怎麼掌握這個訊息 3點03分到3點15分 12分鐘可以充分掌握這個訊息 真的應該給他肯定 而不是透過了一些不同的平台 因為現在他是透過了空軍作戰指揮部 第一時間就發布了國家級警報 等於說他是由第一線的一個作戰系統 空軍作戰指揮部 如果這一次火箭所搭載的 說真的不是衛星 它是一個彈頭 它是一個飛彈的話 我相信動員的是全面性的動員 不只是空軍作戰指揮部 包括了飛彈指揮部 包括了參謀總部 所有全面性的動員 也就是說第一線作戰的指揮官 他可以發布這個消息 如果真的是飛彈全面性動員 這也是我們說長征2號 它的一個路徑的一個發射 偏離的軌道 老實講 變成是我們空軍在作戰第一線當中的一個測試 而測試結果是令大家應該替他們鼓舞的 而不是在野黨批判戈背往外彎 你應該去譴責 中國你什麼時候不發射衛星 你好好發射衛星 我們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我們也恭喜你 你的低軌衛星又向上提升 你的一個技術能力的 可是你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偏離你的路徑呢 中國這一次發射衛星 讓我想到民眾日報 曾經在1996年 中國試射飛彈時 他們曾經以頭版頭呢 用了這個字叫做幹字 抗議中國的武力威脅 你看到這是在民國85年的3月8號 在星期三 這裡頭還包括了一個社論 台灣人不可畏戰先敗 嚴重抗議中國 這一種威嚇的一個惡行 同胞們站起來 自己國家自己就全球自由世界 以投台灣一票 大聲說出來 我們愛台灣保衛台灣 鎮定於驚饕浪之中 團結這風雨 恆逆來臨之時 這是當時 當時來自於不同的人士 他們所刊登的廣告 因為中國在1996年 台灣第一次要民選總統時 他以飛彈試射來威嚇台灣 而當時民眾日報 在我們看到 創辦人 李哲朗 他們的編輯部的 強力的捍衛台灣的言論自由的同時 在1996年試射飛彈 他們民眾日報以頭版頭一個幹字 來表達台灣的人憤怒 那個時候引起非常多民眾的共鳴 因為民眾認為你們用庶民的語言 短短一個字 倒出我們心中的不滿 而現在 而現在 中國試射飛彈 你們想要做什麼呢 真的不是一個單純戒選 這麼簡單可以形容 這是我提醒大家的 也許有人認為國防部 那你可以聽聽看 于北辰將軍認為 國防部在整個系統裡頭 有他改進的地方 他認為在每一個層次 每一個層次 他在短短的 從3.03分 從四川的西窗 發射衛星之後 一直經過了台南到台東 短短的不到一分鐘 三度四度發射了國家級的警報 可是國家級的警報 都是同樣一個內容 于北辰將軍認為 應該有不同層次的內容 這的確是可以 可以去討論的 是有不同層次的內容 他已經到哪裡了 也有人認為說 這麼短短的20秒 你要告訴我 反正衛星嘛 無害嘛 那你需要這麼密集的告訴我 這會不會反而製造恐慌 國防部對於 這種國家級的警報 應該做到什麼樣的層次 發佈的時間 他的落差 跟他的內容 也許可以進一步 進一步 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說 這一次的中國衛星的發射 真的是空軍作戰的測試 在野黨 不管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們的批評真的有道理嗎 你們真的有國家觀念嗎 完全沒有國家觀念之間 那麼大放訣詞 我覺得你應該去問中國 你為什麼 你的衛星發射 要偏離你的路徑 到底為什麼 這是不是應該是如此 不過我們知道 蔡英文事後 也在他的FB 他臉書當中說明 他說國軍在這個偵測系統裡頭 都有非常詳密的去 周密的去掌握整個訊息 當然政府一定會做適當的一個處理 請大家放心 不用擔心 更重要的是 蔡英文在臉書當中特別強調 無論面對什麼狀況 我們都會團結一致 而且會冷靜以對 越是做好準備 我們就越能夠沉著因應 這是透過了蔡英文臉書當中 告訴大家 國安團隊 已經就相關的訊息 做總體的分析 而且摻著整個國際 各個友方的情資 進行了評估之後 研判可以排除 他的政治企圖了 但是我認為 國防部這次高度重視 中國衛星的發射 這是對的 為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你知道彭博社 在這個月六號 他曾經披露 披露什麼呢 美國的情報顯示 中國軍方普遍貪腐 貪腐到多麼嚴重的程度 貪腐到的重大缺失 竟然促使了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呢 他決心要清洗整個軍方的部隊 包括了火箭軍等等 這個缺失包括了 飛彈所裝填的 竟然是水而不是燃料 注意聽哦 他的貪腐嚴重到 他的飛彈所裝填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包括了整大片的部署 在中國西部的飛彈的發射井呢 包括他的井蓋的運作的方式 都讓飛彈無法發射 中國的狀況這麼多 中國的政權 中國的經濟狀況 都面臨動盪這麼高度的不穩定 台灣在這場選舉裡頭 你覺得國防部這樣的一個發布 中國衛星它異常的偏離路徑 這是單純的中國界選可以解釋嗎 當然不是 謝謝所有海內衛觀眾朋友 關注這個新聞 再倒數50個小時更多的消息 值得我們關注 我們再會了 拜拜 所以我海內衛官人朋友 我是廖小軍 Real Talk真實對話 因應台灣這次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包括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投開票的特別報導 1月13號從中午開始到晚上10點鐘 馬拉松市直播超過10個小時 不間斷 我們的工作團隊結合了跨領域的人才 來自於新聞政治評論 國際局勢還有AI大數據等專業 進行10個小時以上直播 提供包括所有官人朋友 全國17,794個投開票所最新的動態 立委基站區的膠著情形 包括得票數得票率 中間選民手頭組 國會是否過半 等等關鍵性數次的權威分析 當然我們動員大量的人力跟科技設備 因應整個明代 包括閒屬地方人士的合作 即使回報最新的票數進行解析 Real Talk真實對話 獨步全球 不惜GIS與Chrome Tech AI大數據合作 鎖定6都83個章魚裡 最快半個小時 可以熟悉選舉結果的大致方向 當然隨著選舉的票數越來越多 AI的數據越來越精準 大肆底定情勢 渴望第一時間就跟全球觀眾朋友進行分析 不只全球華人的觀眾 今年的Real Talk真實對話當中 另外一個合作AI的專業團隊 我們會將投開票的特別報導的精彩內容 即使轉換成不同的語言 包括了英文 日文 跟法文 包括了西班牙跟觀眾朋友 共同關心台灣選情 跟台海周邊的國外專家 跨過語言同步口譯的方式 無時差地掌握台灣的最新狀況 當然10個小時馬拉松的直播會由我來獨挑大兩 請所有線上的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 隨時互動 謝謝你們在線上陪伴我們跟支持 這次1月13號在攝影棚內 跟我們一起來攻注最新的選情的來賓 包括了下午2點鐘3點鐘 成績是民眾黨的中央委員時事評論員張藝善 4點鐘6點鐘包括了資深媒體人 時事評論家黃青龍 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 包括前海軍顧問 也是這一次的立委候選人郭喜 上午4點鐘到晚上9點鐘 郭喜博士繼續連線帶來他的選情的觀察 同時包括前國防大學徵戰學院院長余宗基 前台中大甲正南空的信徒代表易景龍 包括了宋艾克大哥都會加入我們討論 晚上9點鐘連線到美國給翁達瑞老師 翁老師對台灣的關係一針見血的評論 常常讓我有正濃起潰的感覺 觀眾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樣呢 每每聽到翁達瑞老師的分析 就有這一種可以說蹄虎貫庭的感覺 根據中選會的預估 今年的選舉人數1950萬人 其中的首投組1028000人 全國的選務人口動員20萬 關鍵數的數字我說113、57跟817 因為2月1號5月20號分別立委跟總統的就職 我們知道在2月1號立委就職 民進黨這一次能不能到下57起過半 如果不能過半國會會怎麼樣 在民主國家地位崇高的國會議長 難道會有以膝蓋跪著走路的韓國瑜來出任嗎 動不動就咆哮的黃國昌 真的會成為立法院的副院長嗎 817是上一次總統大選 蔡英文總統所拿下的票數 這一次最高票會拿多少 總統副總統在520就職 他們會勾勒出什麼樣的國家願景 又會如何落實 鎖定Real Talk真實對話 2024大選投開票的特別報導 到目前為止 最高票的票數